无论你是首购族或者房市老马 购买房产依然会让人兴奋而难以置疑 但是对于卖房或者代表卖房的地产经济过于坦率 可能会导致买房吃亏 后悔莫及 所以在你筛选房产时 记得尽量不要向卖主或者他的经济问以下这些问题 第一 这就是我想要的梦想家园 这个买了何东西是一个道理 你先让卖家知道你爱不失手 那谈判时自然站不到有利的地位 第二 你为什么要卖这个房子呢 绝对不要问屋主为何卖房 不但不礼貌 还可能会造成令人尴尬的场面 也许屋主离婚 换工作 甚至更糟的原因 但都与你无关 若有更多买家竞价 那你就可能会对你不利了 第三 你这张沙发真的很难看 不要告诉卖方或者经济他们装潢或者挑家具的品位低 以免记录他们选择其他的买家 第四 我想马上拆掉这桩墙 卖方在这种房子里有很多回忆 若听到买家想大手笔的改造 可能会拒绝买方的出价 哪怕是提高价钱 第五 我付得起多少多少钱 买家绝对不要向卖主或者其经济 谈论贷款或者支付全款的能力 否则不利于你方这方谈判的过程 第六 你住在这里好吗 你可以和邻居聊天了解小区 让他们主动提供信息 但不要提出这些隐私性的问题 以免让人家觉得被打扰 第七 你绝对卖不到这个价钱 也许你不想出这个价钱 但是身为买家 即使你觉得价位定价过高 该房产也有可能会扔出于小区 类似房产正要价的范围 第八 我愿意出这个价钱 怎么样 出价时采取你经济的建议 不要要求经济或者卖方 多数出超低价 lobo offer 否则会让卖方觉得你被侮辱了 认为你不是认真的买家 房屋的交易过程中 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 真正的建议专业的事情 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既然你选择了你的代理经济 那么谈判的事情就交给他们去做 一定是事半功倍 我是第三世界的陈森李 点赞关注不迷路 第三世界来带路 我们下期再会